HELLO 大家好 又是今天的飛合英倫寺 原本想帶大家拍攝雪的情況 但剛剛遇到兩個老人家 不懂路去一個地方帶了他去 變成環繞了公園 現在其實就是今年 我想是在Surie Guildford 第一場雪 其實較早時間 如果在中部 北部 如果在Scotland 或者在Manchester 已經落到幾大雪 因為剛剛今年有一個 即是第一個Storm 但其實整體來說 他們就說今年的英國是比平時暖的 但雪呢 如果在Gilford來說 就理得比平時早 所以就叫做第一場雪 有些小孩子當然很興奮 但我自己又不是第一次見雪 想起雪呢 就未知很興奮 因為去到負十幾度的時候 就真的很冷 因為我去一個地方 住過負十幾度 是真的冷到震的 所以就未知去到很興奮的程度 想起都有點害怕 你會見到 其實整體來說 就已經一片白蒙蒙的 通常畫面就很有思義 都好像很漂亮 英國落雪的地方 因為它漂亮的地方 最漂亮在 草地 全部都鋪上白雪 所以感覺就更加 好像畫面更加淒味 如果你去城市落雪 其實呢 通常呢 都是 地上黑蒙蒙多 就算落到多厚也好 都不是堆雪形的角度 都是黑蒙蒙的角度 這裡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我看畫面都挺漂亮 而是 這次第一場初雪 也是 我來到英國之後第一場雪 所以呢 特地都 拍給大家看 可能 有些朋友可能已經 大家一起經歷了 這一場雪的了 有些人就 準備過來 就感受一下 究竟雪 有多誇張 英國呢 本身濕度呢 在冬天也都比較高 所以你看到呢 就算是 下了雪 過了一輪呢 那些地下 都還是超級濕的 那 對開車來說呢 就可能是 沒有那麼方便 不過呢 其實 其實也有些坊間 也有些 雪梯呢 或者是那些叫做 什麼 cross climate 的梯呢 去使用這些環境 去使用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 真的 如果我今早開車出街 我又不覺得非常滑 那但是 如果大家想 即是安全一點的話呢 那都可以考慮一下一些 即是叫做 出得來是一個climate 去適合多些的胎 那你見到呢 現在畫面呢 真是 每一棵 那些草上面呢 都是 雪花 而對面呢 是不是好像很美呢 畫面一片雪景 那我去看看 好了 這裡不是仙境 這裡也不是什麼神奇的畫面 我相信 大部分的 朋友仔 在英國呢 都會看到同一個畫面的了 那現在草地了 我就上去看看 有幾滑 那 嘩 都幾滑 都不是開玩笑 我不是穿雪鞋呢 穿雪鞋呢 穿雪鞋呢 都有一些滑水的感覺 不過呢 踩得那麼遠 都挺有趣的 好久都沒有 踩過雪堆了 那就感受一下 好了 現在不是去 北海道話說 這樣 純粹整個都是雪 現在就是草蓮雪 今個冬天呢 現在來講呢 整體溫度呢 在 譬如在南部這邊 大概都是 負一 到零度左右 那 個個都開暖爐 但我家裡暖爐壞了呢 就沒有暖爐 就冷了 就是香了 那 如果大家呢 記得來找房子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間呢 即是這個 boiler呢 是 是 的 Radiator 都是 不要太舊 就不會面對這樣的問題 這個都很重要的 就是經一試 等一至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冬天來買 Radiator 呢 等它來整 真的等到天亮 因為實在太多 這樣的 situation 所以 這一點都要留意 不過 真的出來 看到這個 景色 你看到 是真的好美的 這個是 在香港 真是 非常之 少見 就算 不要說是雪地 只是畫面 都非常之少見 那 大家就一起看一下 那 我 認為大部分公園 都會是這樣 如果你去Richmond 那些 那些 國家公園 那些 雖然現在的時間 沒有錄體 但是公園裡面的圓景 應該都是非常之美 那 大家都可以 去看一下 因為我去過都是 很美的 那 在這些白茫茫的日子 第一件事 記得是要保暖 千萬不要動 那 希望大家都 即 一齊 享受這個 初雪的 moment 那今天就到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和分享頻道 今晚終於三三關之真 拜拜